大家好,我是楊佳斌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立體化你的創意 副標是3D電影給創意工作者請發 在開始的時候,我先稍微介紹一下我們工作室的業務 公式名字就剛如同介紹的講的,我們叫牧羊人 其實主要是分兩個人搭方向,一個就是搭手指的3D印刷 另外一個就是概念設計 概念設計的部分我要稍微提一下,因為它目前還是一個比較未知的定義 其實就是介於設計跟藝術之間的一個方向 主要我們沒有一個固定的設計媒材 就是說我們有時候可能做空間的案子,有時候做家具 或者甚至更多更多,甚至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一頁合作案 那在這樣的架構下,我們有大概四種不同的 我們講說產品或者是業務好了 那我稍微帶一下就是商品開發、藝術創作、活動計畫跟模型雕塑 那在裡面除了模型雕塑以外,其實大部分都是跟創意工作者比較有直接的相關 那模型雕塑其實就跟一般大家認知的一樣 就是3D印輸出的一個代工 那其實在這樣子的,在這樣的一個業務範疇內 其實我們有可以得到非常多關於不同產業的需求 就有可能我們接觸的廠商會是一個電子廠 那他可能要打樣,就是對他們機構的部分 但也有可能我們來找我們的客戶或是一個藝術家 那他做的東西甚至他自己都還不太清楚 那我們可能要在當中再去協助幫他把他中的想法給繪製出來等等 那也有可能是一個跟創意領域完全沒有相關的一個 我講素人好了 那他有他的需求,像這種案子我們也可能會接觸到 那其實在這樣的運行模式下 其實我們觀察到一個還蠻 應該說是一個現象 也就是說 其實用3D印表機來做打樣這件事情 是目前可能一堆人在做的事情 但是其實我們覺得另外一個重點 其實是如何用3D印表機來做創作這件事情 我指的打樣其實是去模擬工業化製程它的一個架工方式 比如說這個瓶子好了 可能大家就是看模具 那模具可能有它本身的一些限制 或者是以木頭來講 我們如果要切割成像我們台前的這個局面 我們可能要經過限制然後等等 我們一個 一個木匠好了 他會很直接的 在創作的時候他會很直接去考慮到這些技術上的限制 那其實再三 如果用3D印表機來講創作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你是不需要去考慮到任何技術上的可能性 那等於說 你必須要先忘掉你之前所學的 或暫時忘掉 那這樣也 把你的專注力先放在你的想法上 讓它發酵一下 那其實你做出來的東西 怎麼講 會比較 我只要有實際去發揮到3D表機它本身的價值 而不是只是它一個很快速 我只要花 原本 普通檔案要花一禮拜 那我3D表機可以大大減少 百分之六十的時間更多 而不是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優勢 而甚至是一個想法上的優勢 好這個 這我剛剛講到 那圖片上的例子是 就是一個木工車窗 但是在 而且有意見呢 如果是依照傳統這樣的方式去 去做一個思考的話 我們比多只能想到在原住型上的變化 但其實很可惜 因為3D表機 像大家早就已經知道的事情 它的可能性的 它可能性是更多的 或只在外型上 那所以當我們意識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 有舉辦了一些3D工作坊 那這是轉轉工作坊 之所以叫轉轉 是因為說 我們想要提供一個方向 給創意工作者去做一些發想 我們想要介入一些 我們想要導正他們一些觀念 對不起 我修正一下 並不是導正 就是說給他們一些新的思考方向去做 嘗試 那圖片中 這個例子是 就是大家熟悉的藍白拖 那藍白拖我們 其實 這件作品應該只花了 可能5分鐘就把它做出來 但是它是一個 我們認為是一個蠻好的案例 去告訴大家說 其實 這是一個常識 就是不要只是局限在 甚至不用從頭想 3D表機可以做為一個 附加的配件 然後去強化它本身的 強化 去轉變它本身的一個價值 那我現在給 大家應該還蠻熟悉 這個東西的 它就是小時候 我們用的 勞動檢查室 那 這個創作的學員 他其實很單純的 只是想做 這個東西對他來說是有特別的意義 但我沒有細問他為什麼 可能是他跟他母親的一些 互動的方式 或者是 之類的 那他就很簡單的 只是把中間 它那個 中鋒的部分 去把它立體化 變成一個小型的空間 然後再把它跟他母親的回憶 用 就是畫面的重現 但其實這個簡單的想法 讓整件作品 稍微有點溫度跟感覺 那這是另外一個學員 他跟上一位 他的 創作的方向是完全不同 他基本上只是想要探索一些 3D的 外形上的一個可能 但是他還是參考了我們 我們在 雞塊圖仙的時候 有用的那個 那個 那個蓮花有沒有 金磁蓮花 的一個 只是說他 他運用了大量的手法 像是 極度有機的形體 跟 大量寶空的製程 那這個東西 其實幾乎是一體成型的 那在傳統製程上 當然 非常非常的困難 那剛剛看到的這幾件作品 其實都是在兩個 課程內 其實都在兩天內完成 那 時間上來講非常非常的短 那 這個剛好已經帶到 之前剛剛講的3D Printed 他快速的優勢 所以我就先跳過 只不過在做完 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意識到另外一件事 因為 這樣還是過於複雜 那複雜的 或是說有一點門檻在 那其實門檻 就是在 3D軟體 所以剛剛 黃先生提到的3D軟體這件事情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會用3D軟體啊 當然 而甚至你學了3D軟體 怎麼講呢 我現在如果腦中有一個畫面 我可能會一點點3D軟體 但是 不可能會同步啊 我只想一個東西 我不見得畫得出來 那這樣其實我覺得 那個之間的落差 讓我們還蠻好奇的 所以在今年7月初的時候 我跟台北市立美術館 有合作了一個活動 那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最後的結果之一 我們主題是容器 但完全沒有設限說 它該是杯子瓶子還是花盆 等等 其實都無所謂 那它就是一個容器 那 我再跳過一個 但是我告訴你 我現在會給你們看那個 它製作 它的發想的過程 這同樣是 這個時間更短 這個是三個小時半的一個創作活動 這是它的原型 原型 原型就是後面那個剪指 我在這個課程上想要做的事情 並不是數位的創作 而是類比的創作 其實什麼是類比 其實就是把 把對數位的認知做一個轉換 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去把它呈現 那我再回來給各位看一下剛剛那個容器 請大家對照一下這個指形 跟這個物件 那這個其實是8到12歲小朋友做出來的作品 那其實藝術性非常的高 那只是透過一些簡單的類比 就剛剛講類比轉換的方式去改變它的觀念 小朋友就可以做出來這樣子的東西 那更容慌是大人或者不一定 那其實也可以跟我剛剛講的 有一點點相接到就是 可能也是因為小朋友沒有他技術上的認知 他們不知道所謂的加工流程是什麼 所以他們可以做出這些幻想 但是我想強調的是 跟剛剛目光那個例子一樣 就是要忘記 忘記你之前所學的 然後 我想3D Printer對真正影響我們 其實不只是在剛剛黃先生 或者是已經在那個經濟人雜誌上面提到的 就是它是一場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其實並不一定是實體的 而是可能是腦內的 就是現在大家 我看到的現場就是很多人在拚命做 3D Printer的硬體 它可以硬到多細多 可是在軟體上面 我講的並不只是3D軟體 不是Maya 不是3D Max 不是Sketch Up 而是你自己腦袋裡想的東西 3D Printer的出現其實會 其實應該讓我們更有機會去思考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或者是我們到底想要什麼 應該好好想這件事情 然後才能發揮它的價值 而不是只是 做一個單純的打壓 或解決生活基本上的需求 這樣會有點可惜 那做一張圖給各位看 其實就是 總共 剛剛北美館的課程有117位小朋友 但這是他們一部分的產品 就不妨看一下 我覺得其實非常的優秀 如果 如果大家或者是各位 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歡迎上牧羊人的粉絲也看一下 謝謝大家 好 掌聲謝謝牧羊人 給大家來發表 國外有Shakeways平台 台灣有益庫網 接下來有TheRina科技 要為大家分享